2030双语国家的政策目标已经启动6年 小学生们就优缺点进行讨论 在老师的带领下提出看法与建议 关于教育部推动双语教学环境这项政策 我是相当支持的 我的看法跟蔡同学有点不同 推动英语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的社会明显可以看到 只有经济比较好的家长 能够给予孩子双语的学习环境 政府还必须注意城乡差距 让大家有共同的机会可以来了解 滚动式的修正是孩子们提出的建议 七堵国校参访中家宽平吉隆 从目前工作者必备的条件 到参访幕后工作者的作业 透过体验节目访谈 让孩子们有所收获 那我学到来讲话 要咬字清楚的技能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看到实镜的录影 看到它的录制的过程 调音的音量 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 都做得非常的专业 然后这里也非常好玩 虽然说就是在讲的时候 会有一点紧张 我等一下紧张就是看一下镜头 然后分呼吸 然后看一下稿 我这次非常感谢中家宽平 给我们七堵国小六年六班 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可以带着孩子们来这边 体验感受这样子 关于摄影棚里面的一些 新闻制作 访谈节目的制作的流程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来这边 学习当一个主播 然后这么的专业 需要很多很多的技能 相信各位同学 未来如果有人有机会 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希望他能够从这一次的 参访活动当中 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能够了解 或者是对新闻媒体制作 感到兴趣 中家宽平吉隆电视 善尽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对在地学子分享节目制作 与摄影棚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共同促进媒体素养的公益教学 中家学院 在 记者 黄壮明 蔡小军 采访报导